哈喽 你们可以看到我后面的这个东西吗 你们先猜一下它是做什么的 它其实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游戏 它的名字叫取水流商 商就是古代的酒杯 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也被称为上四节 那这一天呢很多文人就喜欢聚集在一些亭子里做这样的游戏 这个游戏怎么玩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盘子 这个大盘子其实只有两个口 一个出口 一个入口 所以呢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这个盘子里灌满了水 然后再把酒杯放进那个水槽里 如果酒杯在谁的前面停下来了 那那个人就要现场做一首诗 取水流商起源于中国的周潮 差不多有三千年的历史了 我们东京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叫蓝亭集序 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就描述了一群文人在玩取水流商这个游戏的场景 这是我们桂林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整 也是最大的一个取水流商的道具 你们有时间或者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这里看看哦 我们下来到这个游戏方向来说 我会给大家看一下